寧波舟山港年貨物吞吐量達7.18億噸 是全世界第三大港口 日前一名工作人員新冠病毒檢測陽性 大陸官方決定封閉港口部分區域 一人陽性封閉港口部分區域的措施引起國際議論 因為現在正式耶誕節貨品出口到歐美的高峰期 舟山港口關閉 就可能加劇全球供應鏈中斷的情況 彭博社也報導 因為疫情航運量降低 進而導致石油用量減少 全球油價跟著下跌 面對疫情威脅 大陸官方幾乎零容忍的態度和控管 不只在國際上被質疑過了頭 還有大陸專家提出 和歐美國家防疫相似觀點 也被認為踩到官方紅線 流行病學專家都一致同意 它已經成為一個常駐的病毒 我們得學會怎麼與這個病毒共存 防疫專家張文宏多次公開表示 要學習與病毒共存 但就在日前人民日報刊登 大陸前衛生部長高強的文章 內文不點名批評寫道 與病毒共存絕不可行 因為英美等國這個辦法 已經給全球抗疫帶來嚴重後果 無論是與病毒共存 或是堅持清零各有利弊 但哪一種方式比較好 現在還難以定論 TVBS新聞狀況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哦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